欢迎来到黑森林公园 本园为MC中最大的自然景区 您可以在这里享受爱丽丝冒游仙境版的奇妙体验 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 我们贴心制作了安全规定 请您仔细阅读 在参观过程中遵守规则 祝您在黑森林公园中游览愉快 1.入园前请确保您在售票处登记姓名 并确认由您本人亲手填写 以便发生意外后 我们及时联系您 如有朋友相伴 请一定要记住同班的相貌 2.登记完成以后 你可凭借登记表 在售票处领取一根特制的火把 可用于夜晚在黑森林中游玩 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 否则将会 3.火把会发出黄色的光 可用于在夜晚吸引你的伙伴 如果你在黑森林中看见红色火把 请将火把丢掉 并前往安全区域寻找工作人员 4.黑森林公园中没有白话术 如果您在黑森林中看到异常高大 且没有叶子的白话树时 请尽量无事并告诉你的同伴 这里只有褐色的项目 黑森林中没有白话木 树叶不会动 5.如果你看到白话木剧烈扭动 并向你冲来 请不要惊慌 将火把插在原地 并迅速躲到左手边第三棵树后 告诉自己黑森林中没有白话木 等待伐木工的救援 请确保视野里没有白话木 6.黑森林中的动物都很温顺 不会攻击有客 黑森林中也没有鸟类 如果你在游览的过程中看到任何鸟类生物 请找附近的伐木工说明情况 并尽快离开黑森林 7.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保持自己处于火把光线照射中 游览过程中可能遇到同伴消失的情况 请您放心 它会很快回来的 但你要牢记它的长相 并注意它是否携带火把 如果没有火把 并且外貌和你记忆中的不同 不要与之交流 如果它向你索要火把 请假如没有听到 并寻找附近的伐木工 将此事告知 它会带回您的同伴 8.请不要尝试在黑森林中生活 火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怕的灾难 4.祝您 旅途愉快 欢迎来到暮色森林 这里是MC知名模组内容 祝各位玩家体验愉快 在游玩过程中 请您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及确保您的安全 1.进入暮色森林 需要您建立专用的长空门 且在地面上的二层二空格内放水 周围放一圈花再丢钻石 请严格按照这个方式制作 否则看出的藤树们将不能把您充满暮色森林 2.木色森林没有乌鸦 木色森林的动物大多被收容在不可接触的密闭环境中 尤其是会飞的动物 因此 如果你看到路边有逃跑的乌鸦 请不要犹豫 立刻将其击杀 并将其掉落的羽毛妥善保管 直到您离开木色森林 3.木色森林中的那家是一种绿色长条状的生物 它会在自己的庭院中到处冲撞 请您确保你在那家庭院中看到的是那家 可只有那家 4.九头蛇只会出现在沼泽中心 请你不要随意靠近 如果想同位该生物 请确认您已用了抗活药水 如果你在地址路观察时 同时遇到了九头蛇肉排 不要尝试食用 九头蛇肉排营养价值很低 尽快远离该地区 否则木色森林将不对您的安全计则 5.木色森林中有一种乌妖塔 塔中不会出售任何形式的法杖 如果你在乌妖塔中看到了 请不要购买 6.请不要独自一人参观 如果你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你其他人员走失的情况 不要试图寻找他们 请利用好乌鸦掉落的羽毛 设法返回木色森林入口 您的亲友会在门口等你 遵守规则注意安全 祝您在莫斯森林玩得开心 我吃天生烦火的可乐 一次意外进入了怪坛世界 但我就是要和规则反着了 餐厅要求吃牛排 那就直接进厕所开发 100斤的补口 我有99斤都是烦火 而今天 我意外发现了妈妈留下的纸条 规则一 不论黑夜白天都不许拉开窗帘 什么破规矩啊 外面还能有什么危险的 不认拉开窗帘 天气会帮助今天天气晴朗 今天我就要太阳出来晒太阳 月亮出来晒月亮 我看了这破智森的动物长这么丑啊 它有你 长得丑就别出来吓人 规则二 冰箱里有牛排 你只能生吃 千万不要尖熟 规则三 照顾好家里的猫咪 不要给它起名字 肚子好饿 只能吃牛排 还是生吃 失败吃肉很容易得病啊 我直接开大火烤 快乐 我当然要把牛排烤糊了 嗯 不能浪费粮食 再给猫吃吧 你不吃是吧 我这也别想好好活着 以后你也别当猫了 教你戏狗 行不行啊戏狗 你看你长得 规则四 进入卫生间不能开灯 啊吃饱了 该洗个澡了 啊 这房间也太黑了吧 那个发绿光的是什么呀 我看得看看 又是你这细狗猫 站不出去衣服就披了你的狗头 规则四 不让开灯来着 啊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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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朋友们 我吃鸡子新开了一家动物园 装修好吗 来玩的游客 每人负责一碗鸡汤 换下一个宝熟的大西瓜 但是 为什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哈喽 你们好呀 是来参加动物园的吗 不得不得 你这个动物园干起来有点危险 危险 哪里危险了 我这里养的全都是食草动物啊 不是食草动物的问题 关键是 哎呀 没事的 进来玩吧 但是要注意不要开兔子的眼睛 也不能一个人偷偷数有几日兔子 裤子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阴森森的 肯定有问题啊 你看 我冷的都发抖了 贵了 谁叫你踩冰上的 不冷才有鬼了 不是啊 我不是吃这个啊 你看可乐刚刚让我们不要看兔子的眼睛 还要我们不能数兔子的数量 正常的动物园肯定不会提这种要求的吧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那这样吧 我在这里数一下兔子 你在旁边看着我 要是出事了 就去找可乐 可乐 大师傅好了 快过来 不离家 我不行了 我对不起你 如果有蓝蛇 你先我一步而去 我一定会挑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坐在你的蚊前 蚊光 透支你的贡品 蚊子 不离我说了 不要一个人偷偷数兔子呀 因为动物园里的兔子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人根本数不过来 会累死的 好优优子